好,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我是小提琴手葉兆熙 今次講的就是Suzuki第二冊裡面的四首曲 大家手頭上的版本未必跟我的是一樣的 但是即將會講的這四首曲 大家應該可以在琴書裡面找到的 在第二冊那裡暫時我們都未見到 有什麼新的東西要學的 主要都是重複在第一冊裡面 我們學的節奏 還有那幾個經常用的Key 譬如G Major D Major 那可能你會問 那為什麼還要去講呢 那有什麼特別呢 是不是拉對音和節奏就為之好聽呢 那當然不是 那怎樣我們可以給一個高一點的標準自己呢 不一定說你是初學的 那你只會停留在拉對音準和節奏 首先第一首 Chorus from Judas Maccabees 大家看到在那首曲的開始 是有一個字寫著Mistoso Mistoso的中文解釋 也大概是很莊重的 怎樣為之莊重呢 這些是很主觀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上心一層 你自然會 怎樣是莊重呢 莊重一定是在那個 我們走路的姿勢 我們坐的姿勢 我們怎樣坐 我們怎樣走 我們怎樣說話 我自己覺得 即使是拉琴 不應該跟平時的行路 舉止是有分別的 比較一下 如果莊重去拉的時候 會不會是 又會不會是 先不要說音準 我覺得在這個姿勢 在這一首曲裡面 姿勢很重要 如果你要告訴別人 是Mistoso 首先 當然我現在坐在這裡 但就算坐在這裡也不要緊 首先你那個 我們的肩膀 這個位置一定要盡量打開 不要讓它這樣關閉 琴一定要夠高 然後你運功的時候 應該是 全部東西是有規有矩 我覺得起碼你做到這樣 才可以說是莊重的 所以如果你拉到莊重 再加上 那份譜的那些大小聲 佔大佔小 還有最後的一個佔慢 那首歌是否有趣一點呢 同一道理我們看一下 巴哈所寫的第二首 Mousset 寫著什麼呢 Andante Pastorelli Andante中文就是 行板 行路 這個意思 Pastorelli 就是田園曲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這一首和第一首 那麼我們會不會 試一下可以用到第二個方法去拉呢 不會那麼驅緊呢 就是 在這個速度上也沒有剛才那個那麼慢 就是比較 有些行路這樣的感覺 在這裡 但是另一樣東西 大家要用一下幻想力 如果你去到郊外 你見到很多樹 很多花草樹木 那你的心情是否會放鬆些 然後再看一下第三首 Veber Hunter's Chorus 獵人唱的曲 會不會是 很有鄉村的 很有田園的氣色呢 田園的氣色呢 不會 獵人 當然是打獵啦 拿著一支槍 如果他們拉到 是 我試一下 不如將這一首曲 用兩種風格去拉 第一首呢 第一種風格 就用剛才那個 很有田園氣色這樣 然後我再試一下用另一種 我試一下用剛才很莊重的風格去拉 會怎樣 是不是 那個速度再慢了 還有 我不知道大家 看不見到 我是 在那個表情上面 都會不同的 好了 如果 是獵人 那會怎樣 獵人未必一定是很兇的 獵人也有他們 那種的輕鬆 會不會是 今天一定會 有好的修往 還有 仍然是很有自信 自信得來是 放鬆的 還有 大家拉這首歌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 bar 21 連續有幾個 連續有四個 accent 而這一點 在前面那兩首歌是沒有的 其實是比較粗魯 有一點粗魯在裡面 這種開心有點粗魯 那 又是 如果對比剛才那兩首歌是沒有的 最後我們看一下 Long Long Ago Bailey所寫的這首 Long Long Ago 我記得Long Long Ago的中文名就是 往事難忘 往事難忘 那 以前的東西 總是很令人懷念 所以拉這首歌的時候 大家看到了 它是moderato 是中版 大家就不要再用 剛才那個獵人的那首曲去拉 因為這樣 就不是在這裡回味往事 就不像 這樣才是回憶的 如果是 不像 所以 拉這首歌的時候 它又未至於有第一首 莊重 那麼慢 但是 又不會像Andante那樣 是一路向前的 有一點點令我想起 有一首流行曲 《磁水流連》 《磁水流連》 《Suzuki》裡面第四首Long Long Ago 《Bailie》 一個外國人所成為 不是 你可以把它變成 是 屬於你的一首歌 其實我最後再講多一件事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好玩呢 因為這些是很主觀的東西 而且是好看 應該是每個人都不同的 你的感覺 就算你說開心 也有很多不同的開心 視乎你怎麼看這一首曲 視乎你有什麼經歷 例如剛才說的那首Long Long Ago 是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也沒有說 對與錯 來自助討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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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